6月17日发生的中非人海交交锋最新的细节也被曝光 最初中方队当天在人海交发生交锋的经过报道非常简短 几乎是三言两语带过 只不过我们官方部门的作风将来是自越少是越大 更重要的是 一有菲律宾记者最近也曝光了这次人海交激烈交锋的细节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 这起事件绝没有表面上这么简单 根据菲律宾媒体记者收集到的消息显示 当时菲律宾方面出动了6艘船只 且分不同的方向向人海交坐滩破旧登陆舰 执行补给任务 而且这次任务并不是菲律宾海警或者其他海洋部门策划的 而是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部直接策划实施 也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 这已经算是菲律宾方面对人海交发现了一次纯粹的军事行动了 行动开始后 这6艘菲律宾船只分别从几个方向同时发起冲击 妄图强行冲进坐滩军舰所在范围 不过中方海警这次显然是有所准备 这6艘菲律宾船只在中国海警的反制之下 没有任何一艘都已闯入任务礁 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反制过程中 一艘中国海警突击队的快艇 还快速靠近其中一艘菲律宾刚性冲气艇 这艘艇上搭载的是菲律宾海军的一支8人特战小队 当两艘艇撞在一起后 五方海警突击队员马上对这艘菲律宾冲气艇实施登舰 并迅速搅了这支菲律宾海军8人特战小队的线 菲律宾相关渠道的消息声 当时搭乘刚性冲气艇的菲律宾特战小队 是全副武装行动的 当时他们每人都带了全自动步枪 因此中方海警突击队员对菲律宾冲气艇实施登舰的第一时间 必然要解除对方的武装 从而才能保证安全 菲律宾记者的消息还称 在这次约海交激烈教访中 菲律宾海军出顿了全部6艘船 都在中国海警的各种反制性能中全军覆没 没有任何一艘企图闯进约海交的飞船得逞 有消息声 这6艘菲律宾船之中 有4艘刚性冲气艇在行动过程中 被中方海警采取强制措施 直到随后经过沟通和谈判后 这4艘冲气艇才被我方海警释放 除此之外 还有一艘飞方的冲气艇 在交锋过程中直接被戳破 失去了继续航行的能力 另外 这次事件中的一艘菲律宾主力船 也就是中方日前提到的那艘 故意撞击我方海警的菲律宾驳船 在随后的交锋中 被中国海警重点照顾 最终被中方海警找人机会 穿上揽升 并被拖曳远离了人海交海域 这样来看 在这次人海交的激烈交锋中 我们可谓是大获全胜了 当然 前面这些都是菲律宾一些记者 用相关渠道的消息公布的 其真实性 还有待官方媒体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人海交的交锋之外 我们还注意到 中国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目前也已经现身南海 菲律宾媒体 马尼拉时报的消息显示 就在中飞与人海交附近的海域 爆发激烈交锋前后 菲律宾就在中国仙明交附附近 发现了一艘中国海警的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距离人海交只有50余公里 这是中国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首次被部署在南沙群岛 显然 自从中方在6月15日 正式实施海警新规后 面对菲律宾故意在人海交 发起了挑衅行动 中方不但不给菲律宾 任何阴谋得逞了机会 同时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现身 南沙群岛相关海域 也意味着中方 还在做应对更多挑衅的准备 在菲律宾看来 中国将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部署南沙海域 其代表的意义重大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可以执行包括 两栖力量投射 海上控制 以及对相关岛屿的陆地目标 实施空中支援等任务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排水量在4万吨上下 可以搭载30架驶升机 和35辆两栖战车 或两艘七点登陆母艇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的 投送能力也很强 可以轻易向目标摊投 投送一个 一千多人的陆战合成营 毫不夸大地说 如果解放军想出手 可能只需要一艘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就能将所有被菲律宾 非法占据的南沙岛礁 都收回来 显然 无论是中国海警突击队 在日海礁强势反制 六艘菲律宾船 还是中国海军派遣 零七五星两栖攻击舰 部署新民舰 都说明了中方 对捍卫南海权益的间接态度 如果菲律宾仍要一意孤行 继续侵犯中国的岛礁主权 那么中方海警和海军 仍无可忍 也没必要再给它留余地了